看回營企的內容 其實都列出了一些原因 包括品牌力度提升 毛利率和經營的日利率 都持續有改善 公司其實在毛利率方面 在2022年年底就已經重返疫情前的水平 同年收入也超越2019年的水平 復甦進展其實都不錯 但看回去年第三、第四季 其實主品牌零售過年增長都可以持續擴大 第四季的增長就達到兩成 似乎毛利率改善都是受惠的銷售帶動 以及公司它都是走一個中低端的一個路線 我們去年不斷地說 內地就一個消費降級的潮流出來了 一個trend 其實在收入上面是否都可以表現出來 這個狀況都是符合一個的國情方面 看到很多公司都是現在向著一個下層市場來發展 即是一些三、四線的鄉鎮這些來進發的 傾向上來說 那個消費力 可能未必會有一二線的城市那麼強 但是如果它那個價格的定位是相對上吸引的時候 對於那個銷情以至到的盈利表現 都的確是有個幫助在那裡 如果看回361度的時候 其實它那個的毛利率 就由2014年開始 一直都保持在40%以上的位置 所以在普遍的時間來說 它都有四成以上 是2020年 疫情影響的時候 才令到那個毛利率不到38% 所以現在又回到四成以上的時候 都是一個穩健的狀況在那裡 實際上來說 這個毛利率就未必有一個很大的帶動在那裡 傾向上來說 都需要收入去進一步提升 現在現時來說 就是一個下層市的推進那個策略去做的時候 我相信也是一個合適的舉措 但是與其來說 今年那個業績都傾向有一個平穩的增長在那裡 至於增長兩點方面 都是要看實電商方面 見到電商都佔公司收入大概四分一 去年四月再增持電商業務的附屬公司 最新股權都去到八成七那麽多 見到電商的流水 去年第四季都是維持三成以上的增長 二、三年上半年 電商業務收入已經達到 2022年全年的六成四 如果這樣看回 其實全年是否都應該有不錯的一個增長在那裡 始終是疫情持續了三年以上 都有不少的消費者 都是傾向用一個線上的形式來消費 所以三六一度是在線上的發展的時候 這個舉措也是相對上合適的